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与旅行者2号失去联系后,通过星际呼喊的操作又重新与该探测器建立了联系。 NASA于8月4日发布最新消息说,该机构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深空网络设施, 向距离199亿公里处的旅行者2号发出了一个星际呼喊,指示该探测器调整方向并将天线转回地球。 NASA说,由于指令到达旅行者2号的单程时间为18.5小时,而信号返回需要同样的时间, 因此任务控制人员花上37个小时才得知指令是否起作用。 8月4日,该探测器开始返回科学和谣测数据,表明它运行正常,并保持在预期的轨道上。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前不久表示,7月21日向旅行者2号发送的一系列计划指令, 无意中导致天线指向偏离地球两度的方向。 这一微小的变化意味着旅行者2号无法从任务控制中心接收任何命令, 也无法从其位于星际空间超过123亿英里的位置将数据发送回地球。 本周早些时候,任务团队惊喜地发现,他们能够利用深空网络探测到旅行者2号的心跳, 也就是该探测器的载波信号,检测到心跳后,该团队利用在堪培拉的设施向旅行者2号发送星际呼喊。 据CNN报道,项目经理苏珊纳多德表示,考虑到地球与旅行者2号之间的距离很远, 该团队原以为该指令起作用的可能性很小,因为天线的方向不适合接收无线电信号。 如果旅行者2号这次无法接收来自地球的信号,也没有关系, 该探测器已经被编成为每年多次重新调整方向,以保持其天线指向地球的方向。 下一次重置定于10月15日进行。 但多德表示,团队不想等那么久。 旅行者2号探测器于1977年发射升空, 8月20日是该探测器发射46周年纪念日, 它于2018年进入星际空间, 即太阳的日光层和其他恒星的天体球之间的区域。 它是有史以来唯一飞过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航天器, 而它的孪生兄弟旅行者1号现在距离地球150亿英里远, 是距离地球最遥远的航天器。